约伯基 第六 第七章 第六章 约伯再次发言 假如我的悲苦可以衡量 我的烦恼可以放在清上 他们会比所有海沙更重 因此我才冲动地说话 全能者用箭将我射到 箭上的毒侵入了我的灵 上帝恐怖的祸患接连攻击我 难道我无权发怨言吗 野炉找不到清草 豈不施叫 公牛没有食物 豈不敲叫 食物无盐 难道人不抱怨 无味的胆青 人想吃吗 我一看见他 就没有胃口 一想到他 就嘔心 愿我得到我祈求的 愿上帝承传我的愿望 愿他压碎我 愿他伸手杀了我 至少让我感到安慰的是 尽管我遭受痛苦 却没有否认那圣者的话 然而我没有力量再坚持下去了 我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 我有石头般的力量吗 我的身体是同造的吗 不 我无助之极 完全没有兴旺的可能了 人应该以仁慈对待灰心的朋友 你们既再控告我 一点也不惧怕全能者 我的兄弟 你们证明了自己是不可靠的 就如随季节变化的溪流 春天曼过河岸 那时冰雪消融 溪水上涨 可视热天来临 溪水干绝 溪流便消失在暑热中 相对离开大路去揭息 却找不到一点能喝的 结果他们就死了 提马的相对寻找者水源 事巴的客女也希望能找到他 但他们的指望都变成失望 他们抵达后希望就破灭了 同样你们也没有给予帮助 你们看见我的灾祸就害怕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向你们要个礼物吗 我求你们送什么给我吗 我求你们救我脱离仇敌 救我摆脱残暴的人吗 请指教我 我就闭口不言 请告诉我 我犯了什么错 诚实的话可能会使人痛苦 但你们的批评算是什么呢 你们漠视我绝望的呼求 你们以为自己的话还有说服力吗 你们甚至会把孤儿送去做奴隶 或是出卖朋友 看看我吧 我会在你们面前杀方吗 不要先假定我有罪 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你们认为我在说方吗 难道我不懂分辨对错吗 第七章 人生不就是一场搏斗吗 我们的生活就像故宫一样 像工人渴望在阴凉处休息 又像博人等着领取酬劳 我也一样 注定要度过虚空的年月 度过漫长而疲乏悲苦的黑夜 我躺在床上想 什么时候才到早晨 长夜晚晚 我只能辰转反侧到天明 我温身布满 追从和戒仓 我的皮肤裂开流浓 我的日子飞逝 比积步的疏还快 在毫无盼望中终结 上帝求你纪念我的生命 不过是一口气 我再也不会感到快乐了 你现在见到我 不久就见不到了 你会寻找我 我却已经不在了 就像云彩消散 无影无踪 死去的人 不会再回来 他们永远离开了家园 不再被人看见 我不能闭口不言 我必须掃说我的痛苦 我苦劫的心灵不得不抱怨 我是海怪还是巨龙 你必须派守护看管我呢 我想我的床会安慰我 睡眠会减轻我的苦楚 但你用恶梦惊吓我 又用幻象使我惊恐 我宁愿窒息而死 也不愿这样受苦 我恨活自己的生命 不想再活下去 我圣下的时日不多了 请不要打扰我 人算什么 你竟如此看从我门 常常想起我门 你每天清神监察我门 每时每刻考验我门 为什么不让我独自安静片刻 让我起码能烟烟磨呢 世人的监察者 如果我犯了罪 我对你做了什么呢 为什么要把我当作你的靶子 难道我是你的重担吗 为什么不赦免我的罪 除去我的过犯呢 我很快就要躺在尘土中死去 那时你寻找我 我却不在了